咱们先把这个肉焯一下水 去血沫 对 去血沫 去腥味 然后也稍微的能抖一点油 我里边放一点料酒 少放一点点盐 给这个肉焯水 一定要煮透了它 让它从里到外 基本上熟成熟 熟了的 没有烂但是已经熟了 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里边的 彻底的血水冲洗干净 切好的五花肉加入料酒煮制 可以去除腥味 血沫和油脂 大厨说五花肉的肥肉部分比较多 除了煮制 还要进一步逼出多余的油脂 到底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咱们呢 把咱们刚才焯过水的肉 下到里边 炸 把这肉里边的油分走一走 然后这个肉的肉皮会更香 一般都说这个过了油以后 不会变得更油腻吧 这个五花肉 咱们五花肉这种东西 就是这种食材就是这样 咱一炸它反而油分少了 你看它缩小了 缩小的很多 出来的都是油了 油都已经出去了 这一炸 我们再来跟之前的五花肉比较一下 经过炸制的五花肉的确变小了 因为对于五花肉来说 肥肉比较多 经过炸制的方式 更能逼出更多的油脂 好